那個小遊戲叫做Fadder 惹真相 開始 很糞啊 一定的啦 完了現在哪有什麼東西補糞啊 點點點 喔 我房間好像老房喔 撿到了房間鑰匙 嘿孩子 我和老媽 今天晚上要出門 然後廚房您 廚房已經放了吃的 然後電視也修好了 欸 待在家裡 不要到處亂走 不要跑出門去 好 很簡單嘛這個 應該是不複雜啦 開個門 門開 喔 怎麼都是寫手印啊 What the hell 他們的臥室不用進去 怎麼也沒有啊 他們家好髒喔 牆壁還歪的 我喜歡這遊戲 我也不需要離開房子 蛤 他老爸老媽是殺人狂吧 每天晚上要出去殺幾個人這樣 開個門還有一道門 這是什麼啊 老天啊 看起來很像爛掉的肉 哈哈 蠟燭 啊老爸老媽是 專殺糖果人王國的刺客 每次都會殺一大堆糖果 分屍 放在家裡 有兩個人 被回報 失蹤 今天 警方已經在調查了 連續殺人狂的事件 有目擊者說他看到一個人 穿著西裝身上都是血 然後在搬運很像 屍帶 裝屍體 特色帶 到後車廂 殺人兇手穿著西裝 我老伯喔 啊 這遊戲的影片 一開始 開始遊戲那邊不是就已經劇透了嗎 他穿著西裝全身都是血 他坐在那邊不是就是我老伯喔 找到老伯的秘密 其實我的老伯是女的 這算秘密嗎 欸 老伯的秘密 一把鑰匙 也行我可以用這個 老伯的 藏匿 小黃本的 秘密實驗室 有女人的叫聲 聽起來是從 車庫來的 動腦 動他媽媽 什麼腦啊 我沒有腦啊 動什麼腦啊 好這邊 那我們都已經知道怎麼演了不是嗎 老伯就殺人狂啊 那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勁爆 勁爆劇情 不要進去 是誰啊 老媽 電啊 為什麼 他幹嘛殺自己老媽 為什麼老爸殺老媽 這三分再蠢也不會先從自己親近的人下手吧 這一下就被抓了不是嗎 他聽到了喀啦的聲音 地下室 他們家的構造很奇怪 打開門之後又是一扇門 欸換地圖囉 WOW 這是什麼地方 到處都是死人 歐天啊 歐天啊 這是拷問工具的殺人工具 他們覺得我發瘋了 他們一直在監視著我的每一棟 上去一點 他們不知道 但是我能夠保證我會做到 我沒有選擇 那個聲音一直在跟我說話 完蛋了他老爸是瘋子吧 他老爸是咕嚕啊還是那個 克里斯丁 什麼演的那個美國殺人狂你們有沒有看過 早期的恐怖片 他也是穿個西裝 他做一些很噁心的事情 美國殺人魔 好多死人啊 他們失敗 他們是失敗的 喔老天這是什麼 很明顯的是人的骨頭啊 他孩子大概也腦殘吧 還是因為孩子太笨啊 成績太差 所以老爸就不爽殺人 看要做 要做儀式喔 這隻雜小啊 召喚老爸 召喚老爸 一個五盲星 看來很像電影裡面的那種五盲星 好恐怖 現在怎麼辦啊 我沒有看見我老爸 快報警 骨頭旁邊有電話 你怎麼那麼厲害啊 喔 報警 我需要幫助啊拜託哈嘍 完蛋電話先被切 他回來了我要怪躲啊 我還要躲這邊 咪 欸老爸 進去了嗎 他老爸為什麼要殺人 瘋了而已嗎 享受殺人的刺激 我聽到什麼聲音啊 我沒有辦法 那個聲音一直在跟我講話 我開給你們聽 我也聽到了欸 怎麼辦 還是那是他老爸在念咒啊 哇沙小的每個人都喜歡在那邊挖挖挖啊 他被獻祭了還是什麼 地上那個是誰啊 老媽的屍體嗎 他把老媽的屍體搬過來要獻幾個惡魔 結果自己也被殺了這樣 老爸 天啊 這個模組我看過很多次喔 鹿角惡魔 感謝你的遊玩 欸真的沒了喔 那這整個意義是什麼啊 他老爸是為了什麼啊 他有需要殺老媽嗎 他去殺別人來獻祭不就好了嗎 還不錯 奇怪 哎呀 算了啦 這故事有夠爛的 我隨便編一個啦 兒子因為一出生就腦殘嗎 喔 數學一加一都不會 到了十歲才說出了第一句話 結果他今年十二歲 老爸一直覺得 喔幹 有這個垃圾兒子沒救了啊 哇 他只好到去 到處去找求救啊 什麼的 找醫生啊 治療啊什麼都 救不了 這個兒子實在是太腦殘 太笨了 沒辦法啊 最後 他早上的邪門歪道啊 有那個巫毒什麼 疑似啊 來跟他講說 嗯 你這個兒子喔 天生腦殘 是因為他頭腦裡面 腦子啊 被惡魔給佔據了 你必須要把這個惡魔給驅開 他才會恢復自己的智商 他就相信了 因為沒辦法啊 現在科學救不了 他就照著那個巫醫的 巫醫的方法做 然後召喚惡魔 結果沒想到 唉 惡魔也只是要他的命而已 他被愚弄了 所以 故事的結果就是 老爸老媽都死了 沒救了 結果這個兒子 還是個腦殘 懂了吧 所以有的時候 你如果覺得自己很笨對不對 你們的腦子裡都有惡魔佔據 懂了吧 趕快去驅魔一下